因為很遺憾就藍白河破局了 侯友宜跟柯文哲就沒辦法成為正副總統候選人 所以這個看板一定要趕快處理 昨天早上我也聯絡邵邵康那邊 但是聽說照片要到禮拜一才會有 那大家都很心急啊 一直問我說看板要怎麼弄怎麼弄 那所以我昨天就想說 才找到一個國寶級的畫家 那這個畫家呢 他以前是畫瓊瑤電影海報的 那我們趕快用畫的方式來處理 一方面可以趕快讓看板能夠被處理好 然後另外一方面透過這種記錄手繪方式 可以更加呈現我對這個看板的重視 我們用一種比較細緻比較用心 甚至是用藝文推廣的方式來處理這個看板 那最近也有很多人來這邊打卡 特別是外地的人 還會留言問我說看板在哪裡 那我覺得也不失為一個吸引觀光客的好方法 可以行銷板橋 那也有人反應說是不是這個看板選完 可以送給他 他掛在他家的牆上 那我覺得這麼一個重要的看板 一定要認真處理 那也希望說選舉可以有好的結果 我們今天因為這個畫這個需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師父先 他先把輪廓把它勾勒出來 那我們會繼續畫 繼續畫 拜拜 我自己是蠻有信心的 我看得出來大家都還蠻想下嘉賓進黨 所以這個看板有信心可以一直掛到1月13號 這個看板有信心可以一直掛到1月13號 掛到1月13號 不要瞎掰好嗎 這些話是葉原志在11月18日時所說 沒想到一切的一切中就趕不上個政黨參選人的心情變化 在經歷昨日23日晚間的藍白鍋會不歡而散 網友們就開始瘋狂了 檯面上的波濤洶湧 比不上鍵盤前的各位觀眾 這讓我們國民黨立委參選人葉原志不得不在晚間的政論節目上 被提及藍白鍋在軍樂飯店協商一事時 坦言 我覺得破局了 主持人隨即便問 那你的看板怎麼辦 葉原志哭笑不得表示 以目前的狀況 可能24日就要聯絡掉車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